8月31日,贵阳至南宁高速铁路南宁至利波段开通运营 这标志着贵南高铁全线贯通运营 该线路的贯通让广西在迈入时速350公里时代的同时 实现了试试通高铁动车 贵南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 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广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正线全长482公里 其中贵南高铁贵阳至利波段已于今年8月8日开通运营 当天开通的贵南高铁南利段全长307公里 设利波、环江、河池溪、永安镇、都安、马山县、南宁北、南宁东八座车站 其中南宁东为既有车站 其余均为新建车站 贵南高铁沿线分布者毛南族、瑶族、布衣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根据这一特点 贵南高铁沿线的车站设计都非常具有地方特色 河池溪站的建筑理念是蓝祥凤吉、水运河池 体现的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的甘蓝式的建筑特色 整体我们整个的大厅中间的顶部就是八马命河的一个主造型 取自于我们河池是八马县的这个八马命河 在南宁东站驶向贵阳的列车上 身着民族服装的维柳燕格外引人注目 在列车上 她与姐妹维晨秋 以贵南高铁全线贯通为题 唱起了山歌 在列车窗口驾设手机拍摄沿途风景的旅客邓一伟 当天带着父母一同乘坐高铁前往贵阳旅游 他表示 与自驾游相比 高铁的速度快了好几倍 在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通信段工作的秦晓 出生于广西环江毛南租自治县水源镇的大山深处 因交通极为不便 他所在的村子里 有很多人从未坐过动车 在贵南高铁开通后 秦晓想着带父母外出看看 在贵南高铁列车上执勤的民警陈昭成 家住广西河池市天鹅县 贵南高铁南利段开通前 因返家路途遥远且不便 他一年只能回家两次 县南利段开通后 他笑称回家的念头很强烈 以前从南宁回家乡 需要乘坐六个小时的大巴车 现在贵南高铁开通了 高铁转大巴车 只需要不到三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 这样会让我回家的想法非常的强烈 据悉 贵南高铁连通了广西和贵州 贵南高铁与南广 贵广南昆等高铁 共同构成了中国西部地区 至华南沿海地区 大能力快速客运通道 盘活了中国西部地区 贵南高铁通过南宁至平祥高铁 将使中国西部地区 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 更加便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